請各位達人們簡單介紹你首相的作品 其中我們有很多的藝人都是辦過攝影展的喔 比如說田定峰老師 吳白老師 還有蘇打綠小微 嗨 謝謝 謝謝佳哥 那個 就是非常榮幸這次收藥來辦 參加這個 就是能夠貢獻自己的一點點的小小的力量 參與這個深邃台北的這個攝影展 然後這次我捐出來的話是叛逆 然後就是其實我覺得在台北大家都會傳遞出一種 就是其實很多外地來工作的人 他其實都有一種很不服氣或者是很不甘心 在他們原來的家鄉受到很多的不平等待遇 然後來到台北 然後在這個看似美好的地方 然後很努力的掙扎著 其實這是很多年前的現在來寫照 然後回頭來看 其實我也很鼓勵大家能夠回到自己的家鄉 尤其是像這次因為台南的逆政的關係 其實很多朋友他們都選擇回去幫忙 然後回去在在地去做發展他們自己的夢想 發展他們的夢想 其實我非常支持這樣活動 也謝謝佳哥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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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小微的作品是非常有行情的喔 所以他每捐一張就賠一張 非常謝謝你 真的謝謝你 很有意境 這個影子是你嗎 不是 那是路人嗎 是巧合嗎 是個路人 是個路人 剛好經過被你捕捉的瞬間這樣 我沒有拿反對不對 我都好怕 是這樣嗎 這樣 OK 好 我們千萬不要拿反 心愛 心愛的作品也非常有故事性連貫性 哈囉 大家好 因為這個呢 我每個禮拜六都會去戶外寫生 那剛好這一次我是來到了那個 蛙子偉這個地區 然後我覺得他在台北算是一個 就是非常獨有的自然警官 那這個地方剛好就是我在寫生之前 我就先坐在那邊 然後我請我架好攝影機 我請你朋友幫我按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這邊的船啊 他的排列都是向外面 我就把這個題目叫做洗身向外 那我希望 我希望就是即使發生了這麼 不可預測的天災人火 還是有 就是大家還是有 懷抱的希望這樣 謝謝